哈喽各位亲爱的观众老爷们大家好 感谢收看三号大书为您带来的刀台 全英雄攻略之玉母蜘蛛 这个英雄在此次TI上面的成绩是相当的不错 那么今天我也是给大家去找了一些这个素材 那么在开始之前先去给大家讲一个 讲三个想要用好玉母蜘蛛 所需要知道的几个小细节 这里我们先制造一些小蜘蛛出来 第一个操作细节 如何快速的选取所有的小蜘蛛而不框选你的英雄 那么这个操作是在热键的设置里面 点击高级热键设置 在左侧中部有一个全选其他单位 那么也就是全选你所有你能够控制的单位 除了你的英雄 是这样的一个按键 除了你英雄以外 所有的单位都用这一个键就可以直接选出来 这样的话对于你使用玉母蜘蛛这个英雄而言 帮助非常非常的大 这个大家一定要去设置一下 第二个需要去学会的操作 就是关于这个玉母蜘蛛的一个如何去快速的区分 快速的去区分出来你不同的小蜘蛛 能够对你的一代小蜘蛛和二代小蜘蛛进行一个分开的一个操作 那么为了达成这个操作 我们这里需要先去创造一些一代和二代的小蜘蛛 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够方便去大家去演示 那么在当你框选了所有的蜘蛛的时候 那么这个时候 如果你想要去选择其中的一代或者其中的二代小蜘蛛 那么你所需要做的一件事情非常简单 按住Ctrl键 就是CTRL键 按住这个键以后 去点击你所需要控制的类型 比如我点这个以后 这两个一白血 这个就是二代小蜘蛛 如果我点击这个 它选出来的就是所有的一代小蜘蛛 二代小蜘蛛和本体则不会被控制 那么同样的我们在进阶操作的话 就是可以在左侧这个英雄栏里面 如果我们想要去选择一代小蜘蛛的话 反正如果我们同时拥有一代和二代小蜘蛛的话 我们这里再创造一点时间快要到了 第一波时间快到了 我们这里再创造几个出来 好 这样的话基本就够了 那么由于在我们把所有的蜘蛛编队了以后 那么它在左下角的编队栏里面 它所展示的顺序是 第一个是英雄 按一下是Table键 然后前面出来的是一代小蜘蛛 再按一下Table键出来的是二代小蜘蛛 这样的话我们在把所有的小蜘蛛编到一起的时候 如果我们想框选所有的一代小蜘蛛 最简单的方法是按住Ctrl键 然后去点击你的英雄后面第一个小蜘蛛 这样出来的就全都是一代小蜘蛛 280血 那么 那么这样的话 同理去使用的话 那你就可以去用按住Ctrl键 然后点击最后一个小蜘蛛 那么它出来的就一定是所有的二代小蜘蛛 一代小蜘蛛出来 然后呢去给大家演示一下 这里把这个家伙咬死 好了这样的话基本就够了 不行数量太少 数量太少不是很好演示 那么这里再做一些出来 那么当所有的这个小蜘蛛 框到一起的时候 你只需要按住Ctrl键 然后去点击一个位置 相对靠后的一个小蜘蛛 或者是换到二对 那么点击最后一个小蜘蛛 这个出来的就是二代小蜘蛛 大家可以看到是一百血 那么我们框键所有单位 点击第一个 它出来的就是一代小蜘蛛 这个是一个最快速去将所有的小蜘蛛 那么选取你需要选取的 不同类型的小蜘蛛的一个方法 那么这个是第二个 第三个需要注意的细节 就是所有的一代小蜘蛛 大家都知道用一代小蜘蛛 去A这个杀死单位以后 它会创造出来二代小蜘蛛 但是注意这个不局限在正部 反部也是可以的 大家看到了 反部也是会创造出来一个的 所以这个就是 如果你想用好这个蜘蛛蜘蛛的话 有三个最简单的 当使用编队方面的一个问题 好了 那么不浪费大家太多的时间 不浪费大家太多的时间 然后咱们直接进入到今天的第一视角 刚才所说的这些操作呢 如果大家以前玩过这个 比如说星际争霸 或者是魔兽争霸 那么这些操作应该都是比较基础的操作 大家肯定都知道 但是很多玩家呢 以前没有经历过这种RTS类型游戏的一个洗礼 特别是比较经典的这种RTS类的 是叫RTS吧 不管了 反正我反正反正就是大概那个意思 因为那些游戏都是这个多单位的去操作 全部都是多单位的一个操作 那么像这一类的操作都属于是比较常见的 包括像Shift 包括像这个巡逻 等等这一类操作 如果经历过那些游戏的洗礼的话 那么这些操作应该都是比较熟悉 但是有很多玩家毕竟还是直接去玩的这种Mobile类的游戏 不管是Dota也好 还是这个王者荣耀 或者是这个英雄联盟等等 那么一直是玩这种游戏出身的人 对于多单位的操作确实是比较苦手 其实是有很多基本的操作 可以去将这个问题简化 只不过呢 在这里呢 就不再去浪费大家太多的时间 只是就针对这一个英雄而言 所需要的操作 给大家去详细介绍一下 然后来介绍一下今天的这个入场的选手 今天的入场选手呢 这个用蜘蛛的使用者是 一个天梯的分数 天梯的分数是在 5000 大概是5000左右吧 4000大几到5000左右的这么一个选手 他打的局大概是超凡3到 超凡入胜3到这个 那个叫万古吧 万古5到超凡3 在这个附近 基本上这个入场的选手 都差不多是这样的一些人 这个人 他的育母蜘蛛的世界排名 是在30多名 但是他有一个数据是非常吓人的 就是他的育母蜘蛛 这个英雄的KDA 现在目前育母蜘蛛 这个英雄在KDA这个数据上面 全世界最高的这个玩家 可以达到19 我觉得这个如果大家对KDA这个数据 有详细的去 了解过 并且去了解过一些职业顶尖选手的 这个KDA的话 应该知道19这个KDA 是一个什么概念 这个基本上就跟 就跟 是你开挂可能都做不到 这样的一个KDA 但是那个人我没有给大家去做 因为那个人 他的这个育母蜘蛛这个数据 明显是有刷的嫌疑 因为都是普通的 普通局没有天梯 然后都是五人开黑 所以他的那个数据呢 不能够去作为参考 那么今天给大家找的这个人呢 就不一样了 他的育母蜘蛛天梯 他的育母蜘蛛 单英雄排名30多 而他的KDA可以达到9点多 9点多的KDA 并且这个选手呢 他也是一个 Twitch上面的一个主播 所以他的这个个人实力 应该说还是相当相当的不错的 9点多的KDA 而且他用育母蜘蛛的场次 也是非常的多 再加上这个选手本身 育母蜘蛛非常可怕的一个胜率 所以我也是选取了 他的这个比赛来作为素材 我预计育母蜘蛛这个英雄 我打算是做这个三七 三七到四七 来给大家把这个英雄呢 全面的讲解一下 当然这三七和四七的这个素材 肯定是不太一样 今天给大家去讲解的这个育母蜘蛛呢 是大家可以看到 他的对线的这个对手 是一个钢杯兽 那么钢杯兽这个英雄 大家都是知道的 对吧 他的这个针刺扫射这个技能 是一个物理伤害 而且会叠加伤害 那么这样啊 对于小蜘蛛来说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英雄蜘蛛呢 一上来是带了三个芒果 三个还是四个 然后再加上这个小魔伴 然后一个补刀斧 他的实在线上补刀 并且把自己所有制造出来的这个小蜘蛛呢 尽可能的往后拉 依靠自己的补刀功底 来进行这个线上的一个发育 那么偶尽把这个小蜘蛛拉上来 帮着自己去补一下刀 那么尽可能早的把这个蜘蛛网铺起来 跟这个选手 他我之所以给大家找这个选手的 羽毛蜘蛛就是能够去保证在大量单排的基础之上 注意是大量的单排 而且是天梯单排的基础之上 能够让自己的某一个英雄 在上场次数并不少的前提下 拥有如此变态的一个KDA 说明这个选手对于这个英雄的节奏理解 以及对于在战场保命 还有对线的这个功底 绝对是最顶级的 因为如果你的对线能力不强的话 那么你在对线的时候 可能就经常会被杀 还有一个就是 由于羽毛蜘蛛这英雄 现在绝大多数的情况下 都是在中路 那么如果你在中路 想要去拿到一个非常高的KDA 就说明你需要对场上每一条线 每一个人的位置都要非常的熟悉 并且知道对方有可能 从什么地方过来去游走自己 KDA的数据并不是某一场的非常出色 而是整体下来的数据非常出色 所以这个是大家值得去学习 那么同样对于羽毛蜘蛛这英雄而言 蜘蛛网的释放也是一个非常讲究技巧的东西 那么像这场比赛 目前我们看到这个羽毛蜘蛛所采取的一个思路 是当自己的等级足够高的时候 他并没有选择去打自己家的野区 而是选择直接将网扑到了对方家里面 然后不停的在这个地方断兵 这个也是羽毛蜘蛛 在我们在比赛当中 其实也见过的这样的一种打法 那么为什么很少有人过来去游走 这样玩的一个羽毛蜘蛛 那么不停的在这个高地和滴滴下面不停的进行一个游走来去吸引这个兵的仇恨 而不让这个兵离开自己这个高地下面的树林 这样的话他就可以随时利用这个高地进行逃生 并且利用自己的这些小猪猪对这个兵来进行一个伤害 注意由于这个AI控制的也就是这些小兵 这些兵 他们的视野其实是类似于一个全途视野 但是呢他们会有自己独特的一个仇恨机制 那么导致他们会停止对你的追击 而并不是不知道你人在哪 这个是大家需要去注意的 那么这里呢 羽毛蜘蛛也是不断的依靠这个这堆兵来对这个兵线进行一个消耗 并且呢尽可能的去把这个兵全部都断 断完了以后就把它们拉在这个高地下面 然后给自己拖时间 等着对方那个钢杯兽回到线上去收兵的时候呢 再把这个兵拉回来 那么这一波由于钢杯兽一直没有走 所以这个羽毛蜘蛛也是没有选择继续去打这波兵 而是先放一波 然后呢继续在这个附近去铺网 注意看他这一波蜘蛛网铺的这个位置 这波蜘蛛网他并没有完全去覆盖到所有的这个 在这个现在目前正在打的这个野区 而是选择覆盖住了这个野区下边的树林就可以了 并且他这个网还有一个作用 就是可以覆盖到对方的远古野 也就是说他用一个网可以同时去在这个 对方的这个野区还有远古野的两个区域 那么穿梭自如 那么这个时候对方没有人过来去游走他的原因 就像刚才我说的游走成本太高了 如果你来游走他的时候呢 那么他直接通过这个树林绕到了这个野区 那你就没法打了 你肯定追不上他 然后如果你再追的狠一点的话 他大不了再往下放一只网 就可以直接回到自己的高地了 那么这样的话相对而言 这个游走成本太高 所以也没有人来游走 那么让刚没兽自己一个人呢 在中路安心的去发育 也不失为一个办法 另外说一句就是用羽木之珠这个英雄 由于你打的是中单这个位置 所以可能很多人会觉得 我给大家找的这个素材是不是这个 就是羽木之珠中单无解肥 然后各种直接通关啊 等等这样的素材 其实你们说的对 因为羽木之珠就是这样一个英雄 他就是这样一个英雄 只不过区别只是在于 你是怎么通的关 你在中路是怎么达成的无解肥 而不是能不能达成无解肥 区别是在这儿 所以我准备给大家去做三到四期的这个羽木之珠的素材 来让大家全面的了解 当羽木之珠在面对不同的英雄的时候 我应该怎么样去站这条线 或者说我应该怎么去快速的发育 然后利用自己的经济优势碾压对手 另外就是有些观众可能觉得这个判断这个对方的兵线的位置 怎么能够判断的这么准 其实特别简单 看自己家兵线的位置就可以了 中路的这个兵线是三条线里面唯一一个在相同位置 在地图的相同的一个点去遭遇的 地图最中间的这个点 抱歉 地图最中间点去遭遇的 两边的兵的这个移动速度是完全一样的 移动的这个路线路程也是完全一样的 所以你只需要看自己家的兵 自己家兵出来了 那你就过去 你就过去 然后准备去截一下 就可以了 非常简单 那么这个ROOM蜘蛛呢 在自己的蜘蛛网数量足够多了以后呢 也是开始去进犯对方家里面上面的一个野区 之所以他选择这样的一个发育路线的一个原因特别的简单 因为随着你的等级的提升 随着你身上的这个小蜘蛛 你携带的这个小蜘蛛数量的一个增加 那么你清兵线和清野的速度会越来越快 只有一条线和一个野区是不够你发育的 因为你会有大量的时间属于是在那个地方等着 那么这样的话是多开发对方一片野区对于自己的一个发育速度来说是会有很大的一个帮助 他右侧的这个蜘蛛网大家可以学习一下 他右侧的这个蜘蛛网是可以直接覆盖到上面的这个野区下面的树林以及远古野的那个高台 有远古野从上面下到远古野的这个位置的那个高台 这样的话他等于一个野网覆盖了两波野区 同时呢兼顾了自己的一个逃生路线 这样就可以让自己利用最少的植物网数量来达到最大的一个效果 你看他的每一个网都是沿着这个高地去放 我只要覆盖住这个高地能够让我上去能够让我上去下来就可以了 我并不需要我这个网一定要把这个野区完完全全的照在里面 这个是没有必要的 最主要的是我的路线可行就可以了 因为他的出装的这场比赛 他的出装思路跟我们这个目前主流的这个远古之路的一个出装思路也不太一样 这样比赛大家可能觉得这个边路队友很给力啊 目前人头数是一个10比1 边路队友很给力 这点呢不能否认 但是呢给大家找素材的时候 没办法对吧 各种各样的局都有 但是这场比赛他的这个出装思路 还有他在中路的一个战线思路 是一个比较有代表性的 当我的中路打不过的时候 那么这个时候我的中单的这个远古之珠 应该选择什么地方去发育 这场比赛他选择在对方家的这个野区发育的原因非常简单 因为钢背兽追不到这 而且钢背兽对于小蜘蛛的清理能力呢 没有那么出色 他只能说是在跟羽毛蜘蛛兑现的时候 羽毛蜘蛛不能用小蜘蛛对他进行输出 而他本身清理这个小蜘蛛的时候是没办法去追的 他不像这个有些英雄 比如说像船长之类的这些英雄 他清理小蜘蛛的话 就是冲上去一个技能 就是一个水刀 这一片就没了 那么走位稍有不慎就可能被这个船长过来一个水刀 你这些小蜘蛛就没有了 那么你打船长是不能这么打的 大家注意打船长绝对不能这么断兵 打船长断兵的结果绝对是被船长过来以后 冲着树林里面一个水刀 然后你这个所有的小蜘蛛就都没了 而这场比赛他打的是一个钢背兽 钢背兽没有这样的能力 所以可以这样去打 那么同样这场比赛呢 因为如果真的是一个无解肥的局的话 那么至少现在应该他已经可以去 随便单杀对方的这个中单英雄了 而这场比赛他实际上是打不过对方中单英雄的 那么所以他选择是这样的一个发育路线 从捕刀树上可以看得到 那么由于他现在很早的就实现了一个陷影双收 所以他的经济增长的速度也是非常非常的吓人 目前11分钟 他的经济已经是直奔6000 那么能够达成这样的一个发育的环境 发育速度的英雄其实并不多 甚至可以说除了玉母蜘蛛很难再找到第二个 这个地方他对于小蜘蛛的这个控制 还是相对来说很细致的 当面对这个野怪是熊怪 人马还有萨马特这类的单位的时候 他也是会选择用自己的这个小蜘蛛 先去勾引一下对方释放这个拍地板类的技能 这个时候看一下对方是三个人吗 两个人目前是 从小立图能够看得到 这个骷髅王也在往这个地方再赶 但是这里就是利用自己的这个优势 然后利用自己的这些小蜘蛛 再铺一个蜘蛛网 自己跟上来以后突一口 那么在EV3的情况下 是单杀掉了对方的一个冰女 并且注意看他的小蜘蛛 他的小蜘蛛一直在追对方的这个 这个克林克兹 那么这里追过来以后 再一口直接吐死这个克林克兹 直播自己所有的小蜘蛛 都被对方的钢杯兽给击杀掉了 这波是稍微有一点点亏 那么自己再回到下面以后 正好兵线出来了 那么他这场比赛 他选择出的一个装备呢 是直接去做灰药 他没有直接去选择出 散尸的一个原因 应该是这场比赛 他出了散尸也不好杀人 对方这场比赛 比较害怕他散尸的英雄 大概也就只有一个冰女了 钢杯兽你有散尸的话 你去追这个钢杯 也不是很理智 因为钢杯兽是一个智力很高 蓝量很多的一个英雄 你想靠这个散尸 把他的蓝打空 这个除非是像猴子那样的 幻象系英雄 否则其他的英雄 是很难做到这一点 那么骷髅王这个英雄 对于散尸来说呢 也是有一些害怕 但是由于小蜘蛛的存在 输出的速度过快 那么骷髅王有可能 蓝还没有被消掉 就已经被打死了 优鬼这个英雄呢 可以通过一个优鬼之刃 那么钻树林去逃生 至少都可以通过这个技能 去卡视野 虽然羽毛蜘蛛 也可以去钻树林 但是视野还是有可能 会吃一些亏 那这个是 这个优鬼的这个点 所以这辆比赛 他选择直接去出一个灰药 也搭上自己这辆比赛 实在是太肥了 太肥了 大家注意这种肥 属于是纯粹刷肥的 这辆比赛之所以 给大家拿出来做素材 也是让大家去学习 一下他的这个刷钱的一个思路 大家可以看到 他在13分30秒的时候 就已经做出来了灰药 13分30秒做出灰药 加上魂剑 加上一个勋章 而他实际上 此时此刻的手里边 只拿到了两个人头 而这两个人头 是他在自己一个人 在野区 跟对方三个人周旋的时候 拿到的一波双杀 利用自己的这个小蜘蛛 还有自己的本体 跟对方周旋 拿到这样一个数据 这里看到对方的一个优鬼 但是这个位置的蜘蛛网 并不是很理想 位置不是很理想 并不提供一个 积极杀的一个能力 所以他也是没有着急 去浪费自己此前的一个珠王 那么再拿到灰药以后 他的这个刷钱速度 又是进入到了一个新的次元 进入到一个新的次元 现在14分钟 他已经是有了8200的一个经济 他的这个经济增长速度 甚至已经是超过了 我们大部分看到的 这个炼金术式的局 我们在此次TI8上 我们可能炼金术式拿到这样的经济的 凤毛铃角吧 可以说是 那么现在游戏来到14分40秒 这个时候玉米蜘蛛出来 正好卡住了这波兵线 把这波兵线直接给A掉 因为现在有灰药 也是快速的把这波兵线的仇恨给拉过来 然后现在来到了14分50秒的时间 那么赶紧再到上路来 提前站位 然后看一下这个野怪还没有刷 出来以后 正好遇到了一个可爱的优鬼 那么这样利用自己珠网的一个川树林的一个效果 也是直接把这个优鬼完成一波单杀 因为优鬼在前期 面对这样的一个玉米蜘蛛 大家其实可以看一下等级 现在玉米蜘蛛这个家伙有15级的等级 第二名是乌妖 有12级 当然乌妖这个等级 因为可以吃自己的兵 再加上如果一直战线的话 他这个等级高的也是正常 而且这个 在乌妖的这条路没少杀人 看一下这波对方是三个人 兵住以后 玉米蜘蛛这个位置呢 因为身上有灰奥的一个缘故呢 是导致对方出现了一些miss 所以掉血并没有那么快 再加上自己开着大招的一个平A 能够给自己回血血 这里直接钻树林 利用自己所有的小蜘蛛 再输出 可是这些小蜘蛛全部清掉了 这个地方呢 是队友给贴了一个骨灰 那么再利用这个珠网的一个快速回血 此时呢 站在这个珠网里面 在没有任何其他buff加成的情况下 有16点多的一个回血 这里给上一个勋章 然后呢 所有的小蜘蛛上了一顿合击 直接击杀掉对方的幽鬼 这波单杀完了以后 对方的幽鬼 现在已经是接近崩盘的一个状态了 其实如果大家仔细去看 这个幽鬼的前期的一个发育状态的话 是不太崩的 其实他前期发育并不崩 即便到了现在 他的补刀术 正补术也是在全场第三的一个位置 这里看到了对方的一个钢背兽 这个钢背兽有点恶心 钢背兽还是有点不太好打 自己的队友呢 上去给了给技能 运动之路呢 则是直接从旁边绕回来 他绕回来的原因很简单 他要去超后路 超后路去找对方的这个软柿子 比如说这个兵女 这里看看要不要吐以后 K人头并没有K 不对 吐K了 我没有看到 我没有看清 这波过来以后 吐掉这个兵女以后呢 又是咬死了一个钢背兽 然后再接着放猪网 去找对方的这个骷髅王 由于在游戏这个时间段 他现在在吐新的猪网的时候呢 去掉的这个猪网 基本上都是在中路河道附近的这个猪网 所以也不是很心疼 这波呢 又是非常轻松加愉快的 拿到了一波三杀 之所以能够拿到这样的一个三杀 从这场比赛大家来看的话 其实中单英雄的好处就是在这 你不太需要说队友 一定要去给你打出来多大的一个优势 中路就是看你自己 对于这个英雄的一个节奏的控制 如果你控制的很成功 那么你就是可以打出来这样的一个效果 所以这个英雄也是可以推荐给大家 用来去作为一个主力的充分英雄 去尝试学习和使用的 并且你只要 只要你看完了我给 我给大家准备的这几期节目 把这个各种各样的思路都学完了以后 那么可以保证你使用 玉母蜘蛛这个英雄在各种情况下 都可以保证拥有一个非常可怕的 一个发育的一个速度 只要你发育的快 等级高装备好 那么打爆敌人 就这个是非常简单的一件事情 这里呢 哈吉呢是掉线了 但是最后的玉母蜘蛛呢 也不想耽误时间 因为你掉线不掉线 反正都能赢 不重要 这不重要 所以这个最后玉母蜘蛛 是把这个游戏呢 直接打开继续了 这里由于上到了高地上面 刚被兽追不上来 所以也是放弃了这一波的追杀 回到中路继续清明线 然而现在的经济方面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玉母蜘蛛 在18分25秒的时候 他的经济已经快要到13000了 正常情况下 一个发育顺畅的大哥位 如果要想达到13000的经济的话 至少应该是在23-25分钟之间 大概是23-25分钟之间的一个经济 那么也就是说 在这场比赛当中 这个玉母蜘蛛提前了5分钟 到达了一个原本 普通大哥应该到达的一个经济水平 对吧 在刀塔2当中 你提前5分钟拿到一件装备 这个领先的优势 就不是一般的大了 这里又是等了一下19分钟的野怪刷新 然后呢绕一圈 接着去占对方的野区 把这个野怪刷完了以后 刚好是回来看到刷兵 这个钢背兽呢 也是提前过来埋伏一下 但是他这个地方也不着急 因为他身上有灰药 所以勾兵非常轻松 勾兵非常省事 这里直接开大 选择运用自己的大引刀 要强杀对方这个钢背兽 钢背兽这个地方 应该是没有想到 对方这个玉母蜘蛛 直接掏了一个大引刀出来 刚才这个鸟运过来的事 他也是为了去打对方的钢背兽 还有这个优鬼 直接弄出一个大引刀 这波克林克兹上来打了一套 结果发现这玉母蜘蛛 根本就一点都不疼 一点都不疼 因为护甲很高 有20多点的护甲 2000的血 再加上还有一个灰药 造成的miss 这里追上对方的骷髅王 以后第一条命打掉 第二条命站起来 以后接着合击 这队友给上一个墨勇 过来直接是晕住 这里又是莫名其妙的 拿到了一波三杀 也是不知道为什么 反正就是又是一波三杀 现在人头术 已经是来到了十杀零死 一助攻 那么这里开着大引刀 上来以后去找一下 对方在野区打野的这个游鬼 结果发现没人 没人 那么现在游戏进行到 20分钟的时候 双方的经济差 已经是拉开到2万 那么像这种比赛 像这种比赛 就纯粹是自己把这个 节奏 自己把这个堆线节奏 打出来以后 那么拥有了一个 可以说是极其变态的 一个经济增长 还有非常可怕的 一个等级的增长 大家注意现在游戏的时间 现在游戏时间 是大概21分钟不到 这个玉母蜘蛛 已经达到了20级 它的等级 已经达到了20级 而对方同样 跟它中单 对中的这个 钢杯兽 是14级 也就是说 钢杯兽 连二层天赋 都没有的时候 玉母蜘蛛 已经加出来了 自己的三层天赋 天赋方面的选择 也是比较简单 它的一级的天赋 选择是200生命 这个基本上 也就比较固定了 二层天赋 它选择的是 减了20%的CD 这个也是一个 玉母蜘蛛 非常需要的一个天赋 倒不是为了 这个复化蜘蛛 这个技能 而是为了蜘蛛网 有这个天赋的话 可以让自己的蜘蛛网 充能时间减少很多 然后20级的天赋 选择的是 加了50点攻击速度 这个是增强 自己的本体 小蜘蛛的攻击力 也不是不行 小蜘蛛攻击力 不是不行 只不过没有 这个本体的输出提升 来的实在 然后对方的 这个钢杯兽呢 是开启了一个刃甲 所有的小蜘蛛 被这个钢杯兽顺秒 这里直接个大引刀上来 开着大招一顿咬 对方这个时候 钢杯兽还差一点 再吐一口 再追上来 再咬一口 直接咬死 这个时候对方 还是给这个 玉母蜘蛛 撒了一把粉 也不知道是为什么 因为这个 玉母蜘蛛 实际上已经是用 带引刀打到了 这个钢杯兽身上 短时间内 根本不可能去 能够再去 开自己的隐身 这时候这个 克林克兹呢 也是这个A两下 那个A两下 发现根本就不疼 这个也没办法 这个确实也是没办法 这钢杯兽也是 很生气 也是说自己的 这个钢 说自己的 这克林克兹 是个买号的 反正这个钢杯兽呢 也是力气比较重啊 但实际上 这场比赛 他的边路的这个队友啊 如果即便就是能够打成军事 按照这场比赛 这个玉母蜘蛛发育的 一个情况来说的话 他们基本上也是一个 无力回天 像这场比赛 这个玉母蜘蛛的出装 就是完全是一个 非典型的出装 就是现阶段版本 大家都知道 玉母蜘蛛这个英雄 现阶段主要主流的出装 最主要的这个出装 就是散尸 第一件装备 普遍会选择去出一个散尸 然后第二件装备 一般是会选择去 直接补这个BKB之类的道具 这个是比较常见的 一个出装的 一个大概的一个套路 这里呢 连上两个人以后呢 你看这两个人 又是跑到不同 跑向不同的方向 谁也跑不了 这样的话呢 玉母蜘蛛上来 直接先咬死一个 然后再接着过来 去追一下钢背兽 钢背兽这个地方 也是跑不了 也被玉母蜘蛛直接啃死 这个玉母蜘蛛也不想浪费时间 直接选择过来去拆拆上路 拆拆上路 然后尽快地把这个 对方的这个路线破掉 这场比赛到目前为止 玉母蜘蛛的这个数据 是13杀0死 你入攻 0死 注意 0死 而且这个选手 他的这个玉母蜘蛛 这个英雄的0死 还不是少数 不是少数 他的 在我给大家去找他的素材的过程当中 我发现他有很多场的比赛 这个历史战绩 都是0死 这个是为什么 这个选手 他在利用玉母蜘蛛 这个英雄 大量的去 在这个 超班入胜 超班入胜 这个附近 超班入三星以下 到这个 万古五 附近的这个分数段的 单排 大量的单排的情况下 可以保证自己玉母蜘蛛的一个平均KDA高达9点多的一个原因 这个时候他也是出来看到对方这个骷髅王是一张TP出来了 这里也是选择开着大引刀上来把这个骷髅王给弄死 想逃宝是绝对不行的 那么这个骷髅王呢也是放弃抵抗了感觉 刚说完就扔了一个锤子 不过并没有什么用 这里吐一口直接变成小蜘蛛 这个时候这个玉母蜘蛛呢 是来到了一个15杀零死一助攻的一个数据 这个骷髅王也是很生气啊 因为我骷髅王表示我都已经出去不打了 你们还不赶紧拆机地 很愤怒 反正并没有什么卵用啊 这里又是查一下瞄死 那么这里呢就不再耽误大家过多的时间了 我们这个快速的结束游戏 那么这场比赛是一个碾压局 但是我们在实际的游戏当中 碾压局也是有的 碾压局我们自己玩的时候也是有的 但实际上我们更应该学会的是 在这场比赛当中 这个玉母蜘蛛为什么能够打成一个碾压局 其实这个是最关键的 这场比赛玉母蜘蛛一个人的输出打到了28000 接近自己的猴子加上屠夫 甚至再加一个天牙默克三个人的伤害的总和 接近是这个总和 比对方的克林克兹和钢杯兽两个人的输出加起来 还是要多一些 所以这场比赛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大部分人都是在万古五到这个优鬼的 这个还是有天梯的一个排名的 所以说这个局本身 它的一个质量应该说还是有所保证 那么这场比赛我们回顾一下 这个玉母蜘蛛所做了什么事情 其实非常简单 就是在利用自己对于蜘蛛网这个技能 对于位置非常非常有计划性的一个珠网 然后再加上断兵 对于兵线的出现的时机 断兵时机的掌握 以及利用高地兵线仇恨的一个特殊性 来不断的把这个兵线勾引在这个位置 然后利用自己在高桃和高地和低地可以来回穿梭的一个特性 那么不停的把这个兵线断在这 在断兵的同时 在合适的时机将自己的一个经济的覆盖范围 从中路的兵线和下路对方的野区开发区 那么逐渐的扩展到对方上路优势路的一个野区 那么等于他同时是占据了对方优势路的两个 一波大野一波中野 烈士路的一波大野一波中野和一波远古 以及中路兵线 在把这三个资源点牢牢控制住的情况下 非常注意细节的没有去 因为走位失误等等原因造成封野 并且他每一次去勾兵的时机掌握的都是比较极限 个别时候可能是因为过于极限而可能晚一点点 但是大部分情况下都可以成功 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 又让自己拥有了一个碾压全场 非常非常离谱的一个经济 大家可以看到他这个经济达到一万的时间 大概也就是十五六分钟吧 他在这个时候就已经突破了一万的经济 而这个时候大概是在游戏的十五到十六分钟 这时候他就已经有一万的经济了 而对方的经济达到一万的 在这场比赛当中 对方就没有达到一万 达到最后都没有达到一万的 那么第二个达到一万经济的是 几方的这个幻影枪模手 也就是猴子 这场比赛猴子在正常发育的一个情况下 他达到一万经济的时间 是在游戏的大概二十三分钟吧 这应该是 一二三 二十三分钟 他达到了一万经济 而这个时候育母蜘蛛的经济是多少呢 他的这个育母蜘蛛的经济已经是达到了一万七千多 这个是已经达到了一万七千多 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 育母蜘蛛这个英雄 他在实现了一个装备完全碾压 并且利用自己的珠网 将对方的高地变成一个整个的一条封锁线 利用自己的珠网 把对方的高地这个下面的位置变成一条封锁线 对方任何一个人出来 育母蜘蛛就可以上去击口把他咬死 在这样的情况下 对方是很难去翻身的 而我们在使用育母蜘蛛这一类英雄的时候 也是要做到这一点 你是要做到这一点的 只要你做到这一点 你就可以赢得比赛 这个英雄的容错率没有那么高 他不像大家那么高 但是事实上育母蜘蛛这一英雄 现在他的容错率已经比最早的时候 大家对这个英雄的初期理解的时候 已经要高了很多 因为那个时候大家认为 我拿一个育母蜘蛛 对方拿出一个仇息 拿出一个钢杯兽 跟我兑现 我是根本不能打的 而现在的育母蜘蛛 不管是面对潮汐 还是面对钢杯兽 船长双头龙等等 各种各样克制自己的英雄的时候 他都是有发挥的空间 在这里提前给大家去预告一下 在这里提前去给大家预告一下 就是在这个下一期节目 下一期节目的这个素材 是孕母蜘蛛 他的对线中单的对手是船长 也是我们在近期比赛当中 见到的 用来打孕母蜘蛛 最强势的一个英雄 那么也是希望在下一期节目 做完了以后 大家可以对这个 孕母蜘蛛的英雄 有更深一步的了解 好了 我是三好大叔 这期节目就给大家说到这里 我们下期节目见